這個收手臂訓練宜 只需要這樣拿著肌肉 就在練老鼠仔 用EMS的電流 是通回雙手 做一個消炎的效果 年輕人玩手機 玩得多 大家知道了 手臂會有一種 覺得腐口位很累 很扯住 但做十分鐘 我已經舒緩了很多 Hello 大家好 我是May 現在我坐在沙發 很舒服地做一個 帶氧運動 這個之前我已經介紹過 給大家跳繩 EMS 修手臂訓練宜 修手臂訓練宜 很多朋友都不粗 但沒有線條 這些叫肌肉線條 其實是要訓練出來的 除了一尾瘦一尾減肥 其實要訓練 但要舉一下壓鈴 掌上壓 這個修手臂訓練宜 只需要這樣拿著 然後做一個EMS 我兩隻手碰住 兩個導電棒之後 他就不停地做一個用電流 去刺激手掌開始 去到手臂的肌肉 令我們的肌肉 就在練老鼠仔 用得多之後 其實手臂的線條都會漂亮一點 會見到有線條的痕 除了這個修手臂 即我們貪靚鬼的修手臂之外 這個用EMS的電流 是通回雙手 做一個消炎的效果 EMS是有少許消炎的效果 如果手掌捉住那個位置 其實這些地方都會通電 通了電流之後 我的手指關節 我媽試過手指關節炎 又或者是風濕 她說做完之後就會鬆一點 舒服了 即是有時候你用手去按 按不到那個感覺 沒有那麼深層 這些通電流就會有一個效果 其實尤其是我們女性 我覺得我們經常做家務 我看到我媽就是 所以手部其實是我們最傷的地方 就是要做很多這些動作 要浪衫一下 要舉一舉一舉一舉 所以雙手也會很辛苦 很傷 而且經常都會有些風濕的手臂 不要說媽媽了 其實我們年輕時玩手機 玩得多 大家知道了 雙手其實會有一種 覺得那個腐口位很累 很扯住 有時候我經常都會這樣 捏一下自己 捏一下自己就是這樣 但其實捏是沒有什麼感覺 即是很大的舒緩 但做十分鐘而已 十分鐘之後 我已經覺得手機手舒緩了很多 當然提醒自己不要按手機 之前未介紹過一個U型的手臂按摩儀 其實原理是一樣 而感覺我也覺得好似的 就是一樣的 不需要這樣被它限制 之前的就要這樣的 手一定要這樣動作 手是一個距離定在這裡 就算放在膝蓋 你也要固定距離 但現在這裡有一條線 一條這麼靈活的線 我可以將它跨過膝蓋 然後放在我身邊 感覺上手擺動的地方 是自然很多 是人性化很多 所以你便容易一點掌握 而且這條線是摺起來這麼小 我就可以將它帶到四處 甚至乎將它放在我們辦公室 如果真的有些頸筋肌痛 手臂很累的時候 拿出來十分鐘 就已經舒緩了很多 它裏面有很多個模式 七個模式 我現在用第五個模式 第五個模式是有氧 是大氧運動模式 它的刺激就會令到肌肉跳動得大一點 而且好像會大肌肉刺激多一點 第五個模式 你已經上到手臂了 如果你受力一點 再上一點 它可以去到再高一點 可以在這裡訓練手臂的情況 同時舒緩我們的手腕 還有一個模式是舒緩的 右邊有一個開關鍵 其實開關鍵是長按鍵 短按鍵就會轉模式 例如這樣 我現在轉了一個層級 加高一點 加高一點的層級 看到我的手的刺激就會變成 像一些脈衝流水一樣 好像身體內有很多微小血管 不停地將它刺激 表面看不到 但其實裡面已經感覺到 第七模式 第七模式又會有不同的感覺 第七就是舒緩 第七就是我所說的 放鬆的模式 好像幫手去做 舒緩手 好像按骨一樣 感覺就像按骨 好像有人跟我們鬆筋 按骨的感覺 第七模式是會覺得很舒服 很放鬆的 甚至乎你躺在床的時候 躺下把它放在身邊去做 把手放在身邊 都可以很舒服 所以有些朋友告訴我 我的腳又做個按摩 然後手一起做全身的按摩 這樣才是人生的享受